主席,我请一下侯市长 市长,我想还是 因为今天排的议程是外馆的问题 我还是先就外馆的问题先请教 再来针对一些公文跟 跟那个日本的核能 辐射的问题再请教 其实外馆 这个问题我们 所有委员都非常支持外交部 一定要购置外馆 其实我们几次的 外馆的考察,就国会联谊当中 我们发觉吓死人了 一年编的租金费用12亿之外 其实除了外馆的租金之外 还有一些管设 一些外交代表处的 大使 或者是一些员工的一些宿舍 那当然尤其大使一定有宿舍 对不对 代表一定有宿舍 这些宿舍真的不得了 像我们上次去西班牙跟葡萄牙的时候 哇,不要说他办公室是租的 他连那个大使的宿舍租的 那个租金也吓死人了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对我们政府的负担 以及这样你去推算 就像你这边也有统计数字 包括监察院也有提出很多一些纠正的 那当然最能解决的就是购置 那既然监察院都已经提出了一些意见 认为说我们每一年付这么高的租金 那可是呢,为什么外交部没有办法跟审计单位形成一个共识 说用购置的呢 用各种,你这边也提了很多方式可以购置嘛 包括说那个什么资本租认啊 用租认的关系去做一个购置 那这样预算编列足够才有办法购买嘛 那不然的话你根本一年透过一年 就像我们这个会计当中 去过几个欧洲的国家 他吓死了他们的那个账幅之高哦 那你现在要买,买到最后根本没有力气去买 连谈都不敢谈 可是呢,他们连年租金都在账 你又不能说那我再搬 搬到那个适当的地点也找不出来 然后呢,呃,不要说适当地点了 有时候要有像样的大使馆代表处 说真的我们也是要考虑 所以这些地点都很难找的 那我们这次去几个国家像法国就好了 一看那个地点,真的很好 租了几年了,市长你知道吗 租了几年了 我看法国你们租了几年 对啊,租金付了二十年了 那你们算一算一算,大概买的 如果早一点买的话,搞不好那时候便宜 那也都赚回来了 那现在账幅之高哦,真的吓死人 那现在要跟他谈哦 不要说住WTO的那个代表处 一合算,换算台币哦 你要像样一点,七亿多 在台湾来讲七亿多也不得了啦 对不对 那你说像法国代表处的话 你要买下来,我现在也是 大概要多少钱 你们有没有预估过 欧洲司 法国代表处要五亿多 五亿多 那住WTO还七亿多 那瑞士嘛,更贵了 所以我们就想,那这样子的预算来讲 你真的是要当机立断做一个决定出来 那我看你的顺序当中 也有排到现在最 那个住WTO有附案了是不是 有 那你说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 预算没有问题 问题是 今年能完成吗 如果今年能完成 我们代表你们技巧是OK的 那个地点已经找到那个预算 谈谈的结果呢 你没有我们钱够了,人家不卖了 上次是人家要卖我们没有钱啊 钱不够啊 回答一下赶快 欧总师吧 那个总务师 总务师来 包委员 因为WTO这个案子 因为基本上 麦主已经同意麦了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3月1号用特级件报行政院报修正计划 把原来7亿9的经费修正提高到9亿9 那行政院 那你要讲 9亿9 那行政院也在3月3号同意了 那现在 面积到底有多大 吓死人了 这个数字 面积有 会后再提供给我们参考好不好 我们要购置的一些单位的预算 或者是有机会的面积大概 最快的面积是9498平方公尺 然后 然后是建筑物的话大概1400平方公尺 有30个房间 足够供我们WTO代表团的同学来使用 但是 30个房间 可以隔成30个房间 但是跟我们报告 跟办公室一起 因为现在这个案子是地主同意 但是 还没有签约 正在要签约 有没有办法 如果说我们预算 你们有 预算足够 不够的预算的话 能不能跟地主马上签个草约 什么之类的 不要卡死的筹 仇到了之后 人家又说我不卖 我还要涨价 那不是很麻烦吗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建议希望说 不要这样 你看嘛 本来你预估7亿多 他现在换个地点 搞不好又9亿多了 那节节高升的预算 我们会觉得 我们政府大概也会 负担会很重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有机会的话 赶快就 就有一个 有一个决定出来 不要到时候 又欠不成买不成 我们也很遗憾 那我再问一下 你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报告 你的报告当中有六处 六个管处 大概法国 韩国加拿大 洛杉矶 那个洛杉矶 跟旧金山泰国 都有机会 是不是这几个 这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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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都已经在谈 还是按顺序 看 不一定是说按顺序 这就是说在未来 三年之内的话 我们就要采购 那不一定是说 第一天哪个管 第二天哪个管 哪一个管 可以先买就先买 但是未来是 我是觉得这样子 其实对外交政策来讲 我是希望说 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真的是小国 中华民国 真的比较起来 国土来讲 可是我们一直在做 大外交的事情 那我是觉得 如果可以 你们要有一个 优先顺序去衡量 从欧洲 美洲 中南美洲 或者是有一个据点 先把据点找出来 不要通通集中办 美国集中哪里 当然美国地大 可能买的机会 还多一点点 但是我是觉得 至少先从几个据点 有之后 然后由那个据点 再分散出去 未来我们在外交政策当中 不需要每一个地方 都是代表处 当然啦 这还是要你们 那透过一些宣传 或者让国人知道 我们不是每一个 我们政府真的 有没有办法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每一个国家 都有代表处 需不需要这样子 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们要先给国人知道说 我们可能究竟的哪些 哪里有代表处 然后要怎么样去支援 去支援啊 或者是有什么困难的问题 可以做一个联系 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 然后就支援的方向去确定 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呢 我在这里就是要建议 就是说 或许你在规划当中 可能像中南半岛当中 泰国可能有优先 对不对 而且很重要一个外观 那你是不是要优先买 你怎么也怕到第六个 我就担心啊 对不对 那有几个国家 到底怎么样去分配 我是觉得 你要有重新思考的顺序 提供给我们委员会 好不好 我觉得各个大陆板块当中 你要先有一个据点 再来找破散嘛 不然全部都集中的话 以后还是 我是觉得 中南边国人 我们代表出租外观 就没有一个据点出来 我是对这个几个据点 有一点意见 好 谢谢 那我们 要跟外交部讲的就是说 我们都全力支持你们 但是呢 你们也有好的规划出来 我也希望提供给我们 一些规划的报告 其实是这六个完也是一样 那个 家位啦 面积啦 也让我们了解一下 再过来 针对日本 那个代表处 我是觉得真的 我们都很邮金 外观的这些人员的安全 会不会受到一些 那个辐射的污染 其实 我是觉得外交部也要仔细一点 因为这次日本发生这么大的灾难当中 真的是 我据我所 我就透过几个朋友在交换意见 我们从媒体当中看到是 日本 没有 就是他们 没有 没有把他那个核灾的问题透明化 那 我经过几次的询问之后 就是了解之后 其实因为日本东电 是私人公司嘛 听说他们本来是 要保有那个核场 或许用维修方式可以 那个 但是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所以一次一次的 就灾难就更大了 所以现在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报纸知道 现在这么严重 说真的 他们原来也没有判断那么严重 所以 后续的后果 核荣核之后的后果 真的是很难想象 可能是一种大大灾难 所以我是觉得 保障我们外观人民的心灾难 安全的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 要赶快做一个 一个一个 撤 撤离至少 到大阪 或到其他国 在其他地方 當然可以的外 能办公就办公 像现在 我们在台湾看到辐射层都在担心的 更何况他还在东京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 我是希望 我们还是要多注意一点 那针对 因为你是那个次长 刚刚有几位委员提到就是 今天的新闻当中 提到一些 这个密钞的问题 其实我们了解 外交部的密钞 你刚刚应该好好的去解释一下 一般公文 2万多件公文 一般公文跟密钞公文是不一样的 一般公文 对 或许有一些 绝对不是红白帖 拜托我们 MW也有红白帖 我们怎么可能去把它当作公文 在那个 但一般公文绝对有 有可能是各单位送到 总统府要做裁决的 有可能但是呢 你即使正本批完之后 你也会留影印本来存档吧 对不对 照理我们公文的流程都会这样子 因为 不然的话 总统签完之后 你完全无稽可查嘛 对不对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 密钞啦 我所了解的 你们外管 你也当过大使过嘛 外管 为什么有密钞 就是外管 电报到外交部 外交部很重要 总统府说你要给我看一看 我才能了解 所以不是钞啊 是电报给总统府啊 对不对 那这电报当然是重要的啊 不然总统不然 没事传电报来给我看看 我要真正看 所以那些电报 大部分都是重要的公文 或者是机密 集机密或者绝对机密 对不对 所以 这些绝对要追查 好 或许 要把还原你知道吗 即使要补救措施 遗漏了之后 你把各群外管当中的密钞部分 外电的部分 全部都要把它汇整出来 不然 一个政府一个总统 没有这些资料去做 你的外交的判断 那很可怕的 所以我希望 这一块你们也应该解释清楚 好不好 谢谢